你好 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你想过财务自由吗 比如说赚它个一千万 或者是更多一些 那就不用上班了 好 那咱们就姑且按照 你赚到了一千万来算 我们2022年上半年的 一年期存款利率 大概是1%即5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一千万存进银行 一年后你就会有 十七万五千元的利息收入 如果你在一个三线城市 那这些钱差不多就能够 满足一个三口之家的日常需要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要是这一千万只能买一袋拉米 那该怎么办呢 可别值得我在胡言乱语 接下来听我说这么一段历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德国为了完成赔款 疯狂地增发货币 1921年1月 每人对马克的比例是1比64 那等到1923年的11月 数据就已经达到了 1比4200亿了 在当时的德国 市面上什么商品都能缺 但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孩子们在街上 拿着大捆大捆的钞票 堆房子挖 而每份售价300亿马克的 柏林股票交易报上 白纸黑字地写着 请在所有的价格后面 都加上9个0 那当然了 像一战后德国的这种情况 并不常见 但是呢 你也不要以为 自己的储蓄 就是绝对安全的 我们大多数人呢 都对货币存在一定的幻觉 认为货币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 是稳定不变的 但事实上呢 货币是否稳定 并非有其自身决定 那么货币购买力的波动 和我们和社会 甚至和世界 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正是今天要说的内容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啊 作者是欧文废墟 这个名字呢 你可能有所耳门 在20世纪初 他可是享誉西方的经济大师 那就是他提出的废水方程 提高了人们 对货币量与总体物价水平之间 关系的认识 直到现在呢 费雪仍然受到很多经济学大家的推崇 比如说中国的张无常 美国的弗里德曼等 这本货币幻觉啊 可以说是了解他的经济学逻辑 最好的切入点 1927年夏天 费雪在日内把国际关系学院 做了一系列讲座 讨论了货币价值的不稳定 对社会经济的一系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啊 就是讲座内容的整理 在书中呢 费雪列取了大量 全市货币幻觉的生动例子 剖析了货币购买力 发生波动的原因 并且啊 给出了应对的建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三部分内容 来说说费雪对货币本质的剖析 首先 人们对货币存在怎样的幻觉 其次 当货币购买力剧烈波动 会给社会乃至世界造成怎样的恶果 最后 有办法降低甚至是消除购买力的波动吗 那好 这就先来看看 人们对货币存在怎样的幻觉 其实啊 这个问题在前面呢 已经有所提及了 在市场上买东西呢 你肯定会关注 两尺寸的屎子它有没有问题 称重量的称有没有问题 但是啊 人们很少考虑 银行存质上的钱会变少 可这在我们的时代啊 太常见了 用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名词来说呢 就是通货膨胀 虽然通货膨胀这个词 在各个媒体上都能看见 但是你真的清楚 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都知道 经济学中的一个说法 供求关系决定一切商品的价格 人们呢 一般只用这个逻辑 去理解小麦 玉米 石油 或者钢铁等商品的价格变化 却很少有人用这个角度来看待货币 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啊 不能改变货币的价格 因为货币的价格 是由其本身来决定的 可是啊 货币的内在价值 却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化 发生或升或降的改变 如果货币过度超发 就会出现我们聊天时所说的 钱不值钱了的情况 那就像开头提到的 在一战后 德国的柏林股票交易报 一份的售价是300亿马克 也就是说啊 无论账面上的财富有不可观 也敌不过通货膨胀的杀伤力 这些道理呢 哪怕你是第一次听说 也不难理解 但是啊 当通货膨胀真正的发生在你所处的环境 或许啊 你并不会察觉 费学发现 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价值变化非常不敏感 比如说他在一战后曾到访德国 他随机走访了24位德国民众 每个人啊都谈到了物价上大 但是其中23个人都没有想到 现实情况与马克的价值有什么关系 再比如同时期 也就是1925年 美国股市全新飘红 股价疯涨 到这儿民众啊 欣喜若狂 可是时任财政部长梅龙却指出 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因素 股票市场的价格 其实与一战前相比变化不大 当然 与通货膨胀相反的通货紧缩呢 也不是什么好事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物价暴跌 这时啊 人们会很开心 因为工作合同都是长约 薪酬并不会随物价下滑 但是呢 企业很快就会盈利困难 只能大量裁员 社会失业率随之飙升 总之呢 人们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经常是后知后觉的 而且啊 就算最终察觉了 也经常忽略货币供需 这个底层逻辑 费使就把这称之为 货币幻觉 在一个社会中 不论发生通货膨胀 还是通货紧缩 那都会给个体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 但货币购买力的波动 可不仅与个体有关 那第二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来说说 当货币购买力波动剧烈 会给社会乃至世界造成 怎样的恶果 费雪在这本书中 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那尤其是对德国的影响 1921年4月29日 经过长达数个月的激烈讨论之后 赔款委员会最终确认 德国的赔款总额为 1320亿马克 可以分66年内复经 可是啊 德国刚刚经地第一次世界大战 国内经济呢 早已濒临崩溃 怎么可能还有钱 来付这么多的配款 要知道 对德国而言 这么巨大的配款量 足以让每一个德国家庭破产 费雪在书中提到一个观点 货币购买力不稳定 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 进而给激进理论 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希特洛是个演讲高手 他公开演讲时呢 经常会对逼迫德国赔款的 法尔赛条约进行批判 号召人民起来 撕毁条约 进行复仇战争 这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为希特洛争取了很多的支持者 之后 他发动二战 对亚欧大陆造成了可怕的伤害 可别以为啊 没有希特洛 货币购买力波动 就不会衍生出肆虐全球的灾害 2008年 美国银行也搞出了资产正确化的套路 那正常来说啊 银行发放贷款 首先要考量贷款人违约的概率 其次呢 要考量银行能够承受多少的损失 但资产正确化啊 颠覆了正常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一笔贷款啊 比作一块月饼 那这个月饼呢 肯定是有好有坏 资产正确化啊 就是把好坏不同月饼堆在一起 然后切成小块再进行疑似通组 如果某家银行的底线是 接受最多烂掉10%的A级月饼 那就拼起一个A级月饼出来 如果另一家银行板子大 敢收烂掉60%的月饼 那就更好拼出来啊 你想的没错 这就是在肆意发放信用 但不出问题就怪了 袭准全球的次贷危机随之爆发 要知道啊 危机爆发前 美国市场上流通的信用 可是传统银行业务的几倍 也就是说 货币通过信用体系超发了 所以你看 货币购买力的剧烈波动 不仅关乎个人的经济损失 还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 甚至会酿成 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灾祸 那既然货币购买力的波动 能够引起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 那我们是否有办法 降低甚至是消除货币购买力的波动呢 那这正是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内容 这需要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说 相对来说啊 微观也就是个体 应对货币购买力的波动要简单一些 因为个体呢 可以选择逃离某种货币 比如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 德国人和法国人来说 可以避开不稳定的马克和法郎 去货币相对稳定的美国和英国投资 虽然当时美元和英镑的购买力啊 也有所下降 但只有一半和三分之一的降幅 要比欧陆国家强多了 那飞雪还特别强调啊 不要把投资都用来购买债券 因为债券与货币的关系过于紧密 波用化的投资更利于规避货币购买力的波动 这微观层面的招式啊 到了宏观层面就不好用了 毕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逃离自己的主权货币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宏观层面应对货币购买力波动呢 要从两个领域下手 首先是银行业不能过度放贷 原因啊 在第二个内容中就已经说过了 但是商业银行在处理的过程中呢 很难保持理性 所以需要各国央行在监管方面尽职尽责 其次呢 是政策领域 在飞雪看来啊 最靠谱的办法应该是 政府通过一揽子购买力指数 去衡量货币购买力 那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资 在一揽子指数中啊 包含各种代表性的商品 比如说大米猪肉棉花等 这样一来啊 不论货币数量怎样变化 其购买力都会保持相对的稳定 近一百年过去了 在数字货币信用货币系统 如此普及的今年 飞雪硕想的一揽子购买力指数 已经非常普及的得到了应用 比如通胀保值债券 购买力平价模式的GDP计算等 不过呀 飞雪对购买力的担忧 并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 比如美国的现实是 资本回报远远跑赢了 劳动回报 那你肯定也清楚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仍是政府主导的 货币超发 所以呢 不论是个体还是政府 都该克服货币幻觉 时刻关注货币购买力的 本丁经 并且建立一个指数框架 来衡量民意财富的真实分量 只有这样啊 才能最大限度的 对抗货币购买力波动 好吧 今天的解读呢 到这儿就接近北升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 人们经常会在潜意识中认定 货币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 但实际上啊 货币的内在价值 取决于供需关系 倘若货币超发 货币购买力必然下降 反之啊 货币购买力上升 剧烈的购买力波动 会给个体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进而衍生诸多社会问题 甚至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跌步 所以政府要负起应尽的责任 克服货币幻觉 通过指数等工具 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货币的货币 责币的责任 货币的责任